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海外子公司预前计划发行价值100亿美元的新股,以加强其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这是该公司为应对本币波动而采取的最大规模举措。 TSMC Globa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将发行股票以帮助其抵御外汇波动。 这是自2024年以来的第三笔此类交易,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 这些交易发生在新台币升值的时期。 这些举措使负责管理海外投资和套期保值的机构TSMC Global在管理汇率风险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资金灵活性。 新台币近期的升值引发了台湾对于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担忧。 5月份,该货币创下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促使官方呼吁遏制投机行为。 Robbie Cole驻新加坡的亚洲主权债务策略师Philip McNichas表示,总体而言,外汇市场的波动加剧意味着银行可能会调整其保证机要求。 发行新股并立即注入大量现金,或许能帮助企业应对现有及新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机要求。 台积电是苹果和辉达的主要晶片制造商,它是目前台湾最大的企业及出口商,因为其大部分产品都是在本地生产的。 新台币升值会损害出口商的利益,因为它们从海外销售中获得的美元将折算成较少的台币,或者它们需要提高海外售价,从而有可能降低需求。 6月份,台积电执行长魏哲嘉向股东表示,由于当地货币升值,公司的营业利润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台积电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位于美国的第二座先进制程晶片制造工厂投产时间将从原定的2024年推迟至2026年,主要原因是当地客户需求不足。 这家韩国晶片巨头曾宣布将在未来数年向德克萨斯州投资于370亿美元。 去年12月,拜登政府根据晶片与科学法案批准向其提供高达47亿美元的补贴。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泰勒工厂的建设进度之所以延迟,是因为极度缺乏大客户订单。 即便现在引进设备,三星也无法立即开展生产。 另一位熟悉情况的晶片供应链高管指出,已在德州奥斯汀设厂的三星并不寄予为新工厂安装晶片制造设备。 最近,三星晶圆代工部门还宣布,推迟1.4奈米半导体的量产,将量产目标定在2029年,比之前计划晚了两年。 这些举措似乎表明,在当前的行业竞争格局下,三星选择不再与台积电展开全面竞争。 据了解,三星的晶圆代工部门财务状况堪忧。 即2023年,录得2兆韩元的营运亏损后,去年该部门的亏损额翻倍至4兆韩元。 分析师预测,2025年,该部门可能再亏损3兆韩元。 相比之下,台积电业绩持续增长,人工智慧,AI晶片需求呈现供不应求态势。 数据显示,这家全球晶圆代工龙头,5月营收达3205亿新台币,约合107亿美元,同比增幅达39.6%。 分析师平均预期台积电第二季度销售额将增长39%。 虽然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设首座先进制程工厂时,也曾遭遇工程延误和劳动力短缺等类似挑战, 但该工厂已于去年底实现量产,并成功获得辉达AMD、亚马逊和Google等AI晶片大单。 台积电董事长、纪总裁魏哲嘉在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曾表示,看到客户端仍对AI相关晶片维持非常强劲的需求, 公司预计今年AI晶片包括AITPU、AI ASIC和用于AI训练和推理的资料中心的HBM产品的营收将会倍增。 分析人士指出,三星的代工业务还面临良品率问题,这是衡量晶片制造质量的关键指标。 集邦咨询分析师周安特奥表示,三星晶圆代工部门此前因良率不稳定导致订贷流失。 虽然近期良率有所提升,但美国对中国高级晶片出口限制令其雪上加霜,目前产能利用率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因估值低廉和美国解除对中国晶片设计出口限制,三星在韩国上市的股票在7月出创下9个月来新高。 高盛表示,虽然三星二季度业绩可能不及市场预期,或对短期股价构成压力,但投资者已对此充断消化。 从风险回报比来看,基于12个月元期PBR评估,该股具备显著的上行空间。 同样的,台积电每股ADR交易价格也在7月初涨近4%历史新高,其与辉达共同堪称全球AI算力产业链中最耀眼的双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据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报道,虽然三星晶圆代工部门的2奈米和3奈米粮率已经超过了40%,达到了商业化标准,但与对手台积电相比,三星的效能和粮率未达预期。 报道称,三星已与辉达和高通评估其2奈米制程,但是市场消息显示,三星与辉达GPU测试时发现,其效能较台积电低,暂未考虑采用。 高通评估后,虽然有下单,但订单量不够改善三星营收。 目前,三星尖端制程的发展还处于瓶颈,三星晶圆代工重心转向提升晶片效能,伴随部分制程量产时程的调整。 原定2027年,倒入1.4奈米或将延期至2029年。 以奈米级量产时间也延后约两年。 特别是,在其竞争对手台积电计划,2026下半年量产1.6奈米,英特尔近期也传出优先发展Intel 14a工艺的1.4奈米,以吸引苹果和辉达等大客户的消息。 业界担忧,三星先进制程竞争力将持续降低。 目前,台积电的尖端制程有辉达、AMD、苹果和高通等主要科技公司客户,但三星的尖端制程除了自家System、LSI部门、应用处理器、AP订单及国内外新创公司小量订单之外,至今未有大型客户采用。 三星计划强化第二代2奈米工艺SF2P制程。 2026年,还将量产第三代2奈米工艺SF2P Plus制程,预计提升整体效能约20%。 除了先进制程面临挑战,三星4奈米、5奈米、7奈米效能也不如台积电。 虽然,三星的晶圆代工定价比台积电便宜30%,但即便三星4奈米粮率超过70%,台积电在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仍具有很大优势。 除了要追赶台积电之外,三星还面临如中芯国际和华红半导体等中国晶圆代工厂的竞争。 它们的代工报价似乎也比三星低约30%,三星需有更具差异化的策略。 对此,三星希望持续提升7奈米以下制造的效能以确保订单。 一些人士指出,三星正在改善4奈米、5奈米效能,应该制程尚未被中芯国际等中芯掌握,短期有助于三星减少亏损。 总体而言,三星晶圆代工部门正努力提升效能、调整定价、实施差异化策略,以应付台积电及中国竞争者的多重压力。 但其尖端制程延期及缺少重要客户订单,无疑是三星更需克服的最大挑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